肖战出生于重庆,大学也是在重庆就读了,最终走上了明星的道路,可以说是重庆将肖战给培养了出来,可在成名之后,肖战就得很少有时间回到重庆了。 这是因为他的工作所需,但闲暇之时,他还是想要回到重庆的,从出生地来看,肖战毕竟是重庆本地人,这种地域的情感,不管怎么说,都是无法磨灭的,从来没有人说自己在哪个地方出生,当地有着多不好,即使环境不好,也有着特殊的情感在里面,另不好的地方,变成完美的存在。 当然,重庆也没有想象中的多差,反而发展得很好,高架上的轻轨,遍布整个城市,各地的特色,构建成了繁荣的景象,这些都是历经几代人打拼,才出现的景象,用繁荣城市来形容重庆,也是不为过的。 重庆既然这么好,肖战也对重庆的评价很高,那么,肖战为何不在重庆发展呢? 其实,肖战也说了,自己在就业的时候,也和其他人一样,对着北上广,有着非常奇特的心态,就认为,北上广才是发展最直接的地方。 肖战在外打拼多年,还真的在外面有了自己的一份事业,成为了家喻户晓的明星,可肖战也透露了自己的想法,如果自己没有在外面打拼出事业, 他必定会回到家乡重庆发展,因为还是家里好,重庆的外面,是一个无边境的世界,可以考量一个人的极限在哪里,可这份极限,肖战也想知道,自己的极限在哪里,肖战要在外面做到一个领头的位置,才能待在外面,如果达不到这种高度,他一样会回到重庆,领头的位置,是证实自身实力勋章,既然达不到,那和在重庆也就没啥区别,所以,才会回到重庆,这是肖战内心最真实的想法。 要不然,肖战老早就会回到重庆,过上拥抱故乡的生活,这或许是一个成功人士在成功只有,必须经历的割舍问题吧,眼看着美好的家乡,却因为忙于各种事物,最终想回去都变成一种奢望,心里不是个滋味啊,对于这样一个选择明确,有着自己人生规划的明星,你们是怎么看待的呢?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